中国大陆浙江卫视电视台旗下的《追我吧》节目 上月底不幸发声高已详促死 消息传出后 民众质疑节目组危机处理方式 更对于电视台为郑重道歉并还原事情始末 感到相当不满 不过电视台似乎并没有有要让民众息怒的意思 照常宣布要办跨年晚会 还把主题定位感恩由你 让网友火大抵制 据陆媒报道 浙江卫视公布2019跨年晚会 将在12月31日晚间7点半在广州举行 此次的主题设定位感恩由你 并将由主持《追我吧》的华少丹纲晚会主持人 而今三菱是初晚会宣传片 只见电视台打造出温馨的形象 在影片中使用煽情的音乐 并录下许多民众辛苦的日常 同时邀请他们一一诉说对重要的人的感谢 影片最后 由旁白说出这一段话 这一年有人看见尘埃 有人伸手摘星 就算生活忙碌不堪 但依然值得感恩 在前进的路上 背后总有温暖的力量 不断支撑我们前行 感恩2019 有你们陪伴 感恩2020 我们继续相伴 让网友看完超级生气 好意思跨嘛 厚脸皮 末世生命还有脸配用感恩二字 我抵制浙江卫视 太不要脸了 由于被多数网友抵制 这次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门票 就被爆出相当惨淡 有网友就po出截图爆料 黄牛手上的票卖不出去 正在打折出售 而如果是大学生的话 甚至能够免费拿票 同时浙江卫视还寄出大巴接送 能够提前到场与艺人互动彩排 多了这些福利 网友还是相当不屑 浙江卫视也太惨了 沦落到免费赠送门票 大学生们 活命要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